好,看一下啊,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,这个Redis的一个主层配置啊,主层配置,那么说这个之前呢,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,给大家画一个图,说一下为什么啊,就是我们的里面呢,去会有这个Redis的主层啊,这个主层。 那比如说啊,比如说你开发一个网站的吧,你开发一个网站啊,这是你的这个网站的服务器,那么。 这里面呢,就是你,比如说这里面就是我们江沟开发的一个网站啊,江沟一个网站,那么它的一个服务器,那么假如说啊,那么用户呢,去访问你这个网站的时候啊,用户,他通过浏览器来去访问你这个网站。 浏览器,那么他一访问你的网站呢,你要去记录他的一些信息,对吧,假如说你这个信息呢,你是用Redis来记录的啊,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哎,他这边首先过来去请求你的网站啊,请求你的网站,那么你在这边呢,你要给他去记录一些信息,比如说我们就记录这个session啊,请求。 假如说我在这边呢,我就去,在这里面,哎,当然不只是记录session啊,我们可以,还可以用Redis做其他的啊,我先说一下啊,记录这个session,好,记录session的话,你比如说,我们的session呢,我们是让他存在一个Redis数据库里面,那我这边呢,我就需要呢,去有一个Redis数据库啊,我就需要去启动这样一个Redis数据库。 OK,这里面呢,他呢,就是我们的Redis数据库啊,这里面写上一个Redis,哎,他的一个服务啊,Redis,服务,OK,那么我们一记录这个session呢,这个session呢,他就会存到这个服务里面啊,他就会存到这个,哎,Redis数据库里面,但是呢,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, 你假如说突然间有一天,我这个Redis服务直接挂掉了,那我这个信息是不是都丢了,对吧,哎,这就是他的一个缺点啊,就如果你只有一台服务的话,你没有备份,假如说一天你这个服务挂掉了,那你里面的数据呢,都丢了啊,那么为了基于这个东西呢,所以呢,我们不能有一个Redis服务啊,就在实际这个项目在上线的时候啊,我们肯定呢,不只有一个Redis服务,那么这些呢,我们就会再来一个Redis服务啊, 比如说我们就再来一个,当然你也可以来很多,这个Redis服务呢,我们让它干嘛呢,让它去备份啊,备份里面的,让它去备份上面这个Redis里面的数据啊,它的作用呢,就是实现一个备份啊,实现一个备份,那么这里面呢,它就是备份,OK,那么就备份它里面的数据,好,突然间, 那么即使这个挂掉了,这个是不是还在,对吧,哎,它实现了一个数据的备份啊,实现了一个数据的备份啊,所以呢,它即使挂掉之后,它里面还有,那么关于这个备份呢,我们呢,就可以通过啊,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Redis的主层来实现啊,就是在我们这里面呢,哎,如果是这样做的话,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Redis服务呢, 给它配置为一个Redis的主服务啊,主服务啊,哎,让它呢,作为这个Redis的一个主服务,那么,像下面的这个呢,我们就把它作为Redis的一个重服务啊,重服务,那么,这个重服务,重的Redis服务呢,它呢,就属于我们上,它就是上面这个,它是主,它是从啊, 这个服务呢,是从属于它的,哎,重服务呢,就可以备份主服务的里面的数据啊,主服务里面的数据,好,这是我们的这个,从属啊,这个从属,那么,在我们这个里面呢,我们这个图上面,我一个主呢,我只画了一个从啊,其实呢,这个Math就代表主啊,Slave呢,就代表从啊,在我们的Redis主层里面,一个主呢,可以拥有多个从,同时一个从呢,它还可以再拥有它的从啊,如此下去,哎,你就可以呢, 形成下面一个多级的服务器的一个集权架构啊,那么,在这个主从里面呢,除了啊,这个从呢,除了备份主里面的数据之外,我们还可以使用这种主从呢,来实现一个读写的分离啊,读写的分离,就是我读,我写数据的话,我就往那个主服务里面去写啊,那么,哎,因为重服务呢,它是备份主服务的数据,所以读的时候,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从里面呢,去读,哎,就提, 提高我们读写的一个效率啊,提高我们读写的一个效率啊,那么,网站开发的时候啊,经常啊,你读写的比率呢,它是这个,十比一的啊,就你读的比较多,写的比较少啊,它的读写比例是十比一的啊,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配置实现一个读写的分离,比如我写,我就往它里面去写,我读呢,我从这个从属的里面呢,去读,那么,然后在下面这一点呢,就是master和slave啊,它呢,都是一个, Redis实力啊,什么叫Redis实力,Redis服务啊,什么叫做Redis服务,你在这边,你去启动的时候呢,你看到一个进程,你叫psax然后呢,grep写上一个Redis啊,你看到一个Redis server,它就是一个,哎,Redis的实力,哎,也叫做Redis的服务啊,一个进程,一个Redis server就是一个服务,一个实力啊,这个要知道啊,那我证明呢,我刚把我的Redis停掉了啊,所以呢,它里面,你现在是看不到啊,什么都没有啊,这出现了, 那这个呢,是我这个命令啊,是我这个命令啊,OK,那么,好,这里面呢,是我们给大家说啊,为什么我们项目里面呢,你可能会用到这个Redis的主从啊,就是实现,一方面呢,你可以通过它实现一个读写的分离,另外一方面呢,可以让从去备份主里面的数据啊,防止主服务挂掉之后,它的数据丢失啊,数据丢失啊,OK,这是它的一个,主从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,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